来 介绍一下自己 喂 老师好 各位老师好 我叫张伟 来自山东河浙 现在在西安生活 你对这声音啊 很粗犷 长得呢 很细致 你今年多大了 谢谢老师 我今年快29岁了 29岁 你这身体是什么情况 就是机尾说 厕手樱花症 见动人症 是从小就这样吗 两岁的时候 就是走路就不会走 我爷奶奶就开始给我看病 就是很多医生说 这孩子就活不了多长时间 就不让爷奶奶给我治疗了 但是老人没有放弃给我治疗 也吃了很多药 但是到六岁的时候 就是就不会走路了 你这嗓子也是因为吃药吃的吗 嗓子是没有力气说不出话来 你爸爸妈妈呢 我出生20天我爸妈就感情不合 就离婚了 我没有见过我亲生母亲 父亲就是有自己的家庭嘛 所以基本上是爷爷奶奶管你 从小就爷爷奶奶 你现在跟我说话有劲吗 就是会很累 那你就亲点声说 是 谢谢老师 爷爷奶奶也很大年纪了 我爷爷在我9岁的时候就去世了 奶奶在我不到19岁的时候就离开这个世界了 记得爷爷奶奶在世的时候 记忆最深刻的事情吗 我记得我5岁的时候 有一次奶奶带我去做按摩 扎针的时候我就特别疼就哭了 奶奶妈看着我哭她就流泪了 我用我的小手给她擦泪 就从那以后 医生再给我扎针 我都哭 就想用微笑面对这个世界 其实奶奶去世的时候 我记得是12月份 那时候不敢承认她离开 她就是天单在床上五六年嘛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茜 你现在还是一个人吗 现在不是 从我2017年流浪到西安的时候 遇到了我现在的妈妈 妈妈 我一般这个故事到这都是遇上了爱的人 遇上了妈妈 你所指的是养母吗 也不能说是养母 就是我流浪到西安的时候身体不已经很严重吗 她就是照顾我妈 给我看病 给我洗衣服做饭 就是照顾我 但是慢慢的我感觉到了母爱 一开始没有叫她妈妈 就是慢慢的 就是好像上一辈子就觉得她是我妈一样 因为从小没有感觉到什么是母爱 我妈妈妈妈妈妈